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上一期视频这一个140瓦的全部的测试数据 我们全部放出来了 大家也看到文波的话非常的优秀啊 功率越高文波越低 最高140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也就60毫伏 然后这根数据线质量是非常好的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是拆解数据线和充电头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谢谢你们的支持 咱们话不多说 开始拆解它们 我们先拆解这个C2C的这根数据线 数据线内部有钢套进行保护 我们先割掉这些焊点 这里面也是一样的 被胶都灌满了的 清理完上面的胶 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颗T900 也可以叫做自恢复保险师吧 用于这个充电线的过流保护 这上面就是一颗联想方案的一个E-Marker芯片 上面有私印332BOE2 来自深圳惠能态半导体 这是一家专注于智慧能源控制技术的公司 成立于2015年 这颗芯片支持USB2.0 USB PD3.0 USB4 雷电3规范 自带的烧写存储单元 OTP可以支持多次烧写 也可以支持通过CC引脚 实现Type-C成品头或者成品线缆系统的烧写 同样的 我们也把这一边拆开 这上面也有一个私印T900的自恢复保险师 同样的是用于过流保护 这一面有芯片的位置 但是没有焊上E-Mark芯片 数据线我们也可以看到 两根红线为正极线缆 这边为负极线缆 也是两根并在一起的 这是我们切开的这个数据线的横截面 内部的线芯 我们把外皮割开 外面用镀锡线做的屏蔽网 抹下来这是一层镀锡线 非常亮的 这一个是铝箔的屏蔽层 这个是抗拉车的绳子 这个四根为数据线缆 电力线缆一共有五根 三根负极线 两根正极线 这是数据线缆内部的细胞线的铜丝 每一根线上面都有抗拉纤维 这是电力传输部分的非常的亮的镀锡线 每一股线内部都有抗拉纤维 这就是这一根联想的一米五长的 C2C140瓦的一根数据线 大家觉得做工怎么样 数据线拆解完了 我们现在就是拆这一个140瓦的充电头 像这种品牌的的话 我们想把它撬开的话 是不可能的 直接动用切割机 把这里切开 我最怕就是切这种黑色的 切的手上很脏的 全是黑色的粉末 我们直接把它撬开了 切的差不多 撬开过后 我们直接可以拉出这个充电器的内部的板子 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器做工 非常的好 这外面散热的板材是铜质材料做的 插头是通过两根连接线连接到主板上面 我们把这个散热的铜板把它取下来 这是最上面的这一块散热铜板 上面还有硅脂涂在上面 这是第二片铜质的散热片 上面也有白色的硅脂 这上面有一层黑色的麦拉片 这个是起到绝缘作用的 上面有很多白色的散热硅胶 这上面全部都是白色的散热硅胶 充电器内部也是填满了胶的 这个侧面还有一片散热片 同质的散热片 我们现在就是把上面的胶 全部都清理一下 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块主板 这是咱们初步清理下来的胶 这一个充电器的电路是PFC深压加AHB拓普 不对称半桥架构组成的一个开关电源 这种开关电源它的优点是非常多的 咱们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 咱们就不一一的列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一个充电器 全部给它分解开 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这一款充电器 这就是咱们拆解下来这个充电器 所有的用料都在这里 这个充电器由三片主板构成 初级的小板 次级小板 这个是主板 我们现在就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 这是充电器的插头部分 为不吸磁的同质材料 通过两个连接线 连接到这个初级的小板上面 输入端一颗黑色的方块形 慢恢复保险丝 它的规格是5安 耐压250伏 来自成立于1977年 亚太地区领先的保险师设计级制造商 台湾的功德电子 这是这个充电器的第一级共摸电杆 内部磁心为绿色 用气泡线和节约线进行绕制 用来绿除220伏交流电内部的杂波 灰色的安规X2电容 来自隶属于香港速溶集团的 深圳速溶电容器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 这一颗电容的规格是0.47微法 耐压310伏 这一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第二级共摸电杆 一颗绿色的方块形磁心 外部有扁平的铜带进行绕制 这一颗扁桥负责将220伏交流电整成麦动的直流电 来自国内半导体分立器件芯片设计制造销售的公司 江苏扬州的杨洁电子科技 成立于2000年 这一颗整流桥的规格是25安 耐压1000伏 小板的背面 两片贴片式二级管 和四颗贴片式外电容 其中四颗外电容两两相串 提升安规等级 这四颗外电容来自成立于1981年 一家电子元机件供应链中少数涵盖 主动被动双通路 并拥有制作工厂的多元化公司 台湾的和生堂 这四颗外电容属于和生堂的SCC系列安规电容 这一个初级的小板通过这个黑色的支架 固定在这个主板上面 两颗棕色的薄膜电容 大一点的这一颗 四印F105K 容量是1微法 耐压450伏 厂家未知 小一点的这一颗 也是来自深圳素容电容器 规格是0.47微法 耐压450伏 属于素容电容的金属化聚比性薄膜电容 CBB21系列 这一颗为起到滤膜作用的一个电感器 电感的底部有电幕 通过胶水把电感固定 内部的磁性为黑色 用七包线的铜丝进行扰制 电流经过初级电路 就进入PFC深压控制器芯片 这一颗芯片的四印型号是JW1572 来自以虚拟IDM为主要经营模式的模拟 集中电路设计企业浙江杭州的杰华特微电子 该公司成立于2013年 这一颗PFC控制器是一款具有高电压精度的恒压控制器 适用于单级深压功率因素校正 PFC应用 恒定导通时间控制策略确保了高功率因素 无需输入电压检测电路 简化了系统设计并减少了损耗 临界导通工作模式降低了开关损耗 并且大大提高了效率 具有多种完善保护功能 大大提升了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PFC控制芯片旁边 一颗PFC深压氮化家开关管 它的4E型号是G1N65R150PB-N 来自自立于第三代半导体 硅基氮化家研发与产业化的公司 珠海加蔚来科技成立于2020年 这是一颗赖压650V的氮化家功率器件 顺态赖压800V 内部的导主150毫欧 可使用传统硅MOS驱动 大大简化三级驱动电路设计 PFC整流管为一颗 肖特机快恢复二级管 私印型号是ER1060S 品牌不知道 有知道的朋友们弹幕来一波 这一个就是PFC深压电感 有私印信息 外部有绝缘胶带进行缠绕保护 电感上面还有铜箔 缠绕进行散热 电感旁边这里还有一块铜板进行散热 这是这个充电器的五颗高压滤箔电解电容 有两颗并连焊在一个小板上面 电容都是来自成立于1998年 一家以研发生产销售全系列铝电解电容为核心的企业 东莞市成星电子 这五颗电容的规格是18微法 耐压450伏 总容量为90微法 属于成星电子 HM 耐高温长寿命系列的电容器 这一颗小的电解电容 品牌来自创立于1978年台湾的一家老牌电容器企业 灌均电子 这颗电容的规格是47微法 以实现整个负载范围内高效率 提供两路控制输出 还具有X电容放电功能 内置深压变换剂 同时还有可靠的全故障保护功能 调节电路的携震频率 改善功率因素的一颗携震电容 它的规格是 0.47微法 耐压250伏 厂加未知 这一颗芯片就是 驱动背面两颗淡化夹开关管的驱动芯片 它的4E型号是51530B 来自成立于1978年 世界十大半导体供应商 美国安森美半导体 这是一款700伏高压侧低压侧驱动器 其高驱动能力适用于AC转DC电源和逆变器 在高运行频率下提供最佳传播延迟 低禁止电流和低开关电流 可实现高频率下运行的高效能电源设计 两颗AHB半桥淡化夹开关管 私印型号G1N65R2-240PB 也是来自珠海加未来科技 是一颗耐压650伏的淡化夹功率开关管 顺态耐压800伏 内部导组240毫 可使用传统硅MOS驱动 用于抗干扰的两片贴片式外电容 串联使用提高安规等级 跟初级的外电容一样 来自台湾合胜堂的SCC系列安规电容 三颗白色的贴片式光电偶合器 用于调节反规电压 私印型号CT1018 来自自立于光电和离散MOSFIT产品的设计和销售的公司 台湾造龙科技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高频变压器 外部有胶带缠绕进行绝缘 内部一样的缠绕有铜箔进行散热 这一部分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次级输出部分 次级输出小板 两颗输出滤箔固态电容 背面就是次级的整流和MOS 用一块塑料隔离板进行隔离 这颗六角芯片就是次级同步整流芯片 它的4E型号是JWJBJ 实际型号是JW7726BL 也是来自杭州杰华特微电子 这一颗芯片用于有源前卫反击和CCMQRDCM反击 隔离拓补的二次车整流 与传统的二级管整流器相比 通过驱动外部的开关MOS管 可以显著的提高效率 同步整流芯片旁边 就是两颗同步整流MOS管 4E型号是SP150N095 两颗并联使用扩大输出功率 提高电流存在能力 这两颗MOS管咱们也没有查到厂家 有知道的朋友们弹幕来一波 两颗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大的这一颗为插件式固态电容 小的这一颗为贴片式固态电容 厂家都是来自成立于2011年的一家 专注于固态铝电容器 研制生产和销售的企业 深圳市百瑞凯 两颗规格是820V和220V 耐压的话都是35V 属于百瑞凯的耐高温RV和VQ系列固态电容 次级输出小板上面这一颗 就是这个充电器的USB协议芯片 它的生意型号是WT6676F 来自成立于1989年台湾发展 混合模拟数字线路IC设计技术的先驱企业 台湾的伪权电子 这是一颗支持USB PD3.1的协议芯片 支持36V输出电压 支持可编程的横压横流控制 集成低侧电流采样放大器 支持限存补偿 类自10位ADC 用于电压和电流检测 芯片类自NMOS负载开关驱动器 支持PFC控制 支持结论模式 输入电压可达45V 支持可编程的各种完善的保护功能 这颗R2005V电流取向电阻 小板的这一面 一颗输出VIVAS开关管 是一型号P40T15GU 来自无锡新杰仁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3年 是一家主营业务为MOSFIT IGBT等半导体芯片 和功率器件研发设计及销售的公司 这颗NMOS的规格是 耐压40V 内部导主仅仅1.09毫 这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Type-C连接器 内部舌片为黑色 光滑没有毛刺 这个USB-C连接器 做工是相当好的 充电器的壳体内部 有PC主燃的标识 充电器的前盖壳体上面 也有PC主燃的标识 这一个联想 140瓦弹化加充电器 评测和拆解下来 大家觉得这个充电器如何 它的纹波控制和温度控制 都是很好的水平 用料豪华 杰华特的PFC和AHB 还有次级同步整流芯片的方案 伪权电子的协议芯片 功率的话 140瓦不需标 1.5米长的 E-Marker线缆 用料也是非常的好的 价格相较于 苹果的140瓦的原装充电器 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